现在来到了李登辉总统时代 李登辉总统时代他自己用运用的特色 只举行过一次 也是在1990年的时候 有关美丽岛事件所牵涉的相关人 获得了特色 但是这个事情就这样 我们都知道美丽岛事件是台湾史上 很重要的这一次 也很多人蒙受其害因此被关 1990年代当时 台湾还没有解除戒严 不是还没有 还没有终止动员勘乱 还没有终止动员勘乱 所以当时的特色就等于说 这些人可以离开监狱 但是这个罪行其实也还没有 他们状况是不一样的 1990年5月20日的赦免 总统令的赦免 那么军华审判的八个人 就李宏仙 李秀莲 陈菊 姚家文 黄信介 张俊宏 林立雄 施明德 加上许姓良 他们是根据的是 社民法第三条后段的规定 那其他另外 黄建峰 蔡有权 或者说是许朝德他们那些人 他们是根据的是那个 社民法第三条的前段 前段跟后段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 如果只是前段的话 只是免除其刑 你时间没办法就放出来 那如果是后段的话 就牵涉到说 那原来的罪行 宣告有没有效的问题 那宣告有没有效的问题 就牵涉到 譬如说 我举个例子 譬如说 黄信介 能不能回去担任立法委 那这个时候还不只是 因为根据第三条后段 把它给 等于是 做特色 那 我自己也去看了 譬如说第五条也讲说 公职身份恢复的问题 但是因为既然在第三条后段 等于是那个罪行也被免除掉了 那这个时候 就等于是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这个时候他父子就变成 无法有据 但是这个事情后续还是需要 我们台湾后来在1990年代之后的 后续的一些历史性的演进 才让这个美丽岛事件能够 真相发白 那可是这也是这个李登辉前总统的 一部李登辉总统的 他当时唯一的一次进行特赦 那么再来我们来看到的是 这个陈水扁总统 那么现在 这个陈水扁总统在2000年跟2007年 分别实施过这个特赦的职权 那么2000年的时候 他一次是同时特赦了三个案子 那么一个案子是因为宗教拒服 拒绝服役的19个人 那么另外是有位公运分子 公运人士曾茂欣 另外是这个苏炳坤 那么被认为是冤狱平反 那您可以描述一下这几个案子吗 这个状态是实际上是不大一样的 很多国家早就针对 因为宗教旅游 服役的状况特别处理 可是在台湾过去没有 就是你因为宗教旅游 可能不能拿枪不能怎样 那可能在台湾过去就是判军阀 所以在过去的案例中 是发生过很多人就是 变成去服役役 哪里就是没有履行服役役的义务 那可能就被逃兵或者是说你抗命 然后被判的军阀 可是有时候判得不够重 所以放出来继续再来又第二次 那对彭 不是陈水炳这一次而言很重要 就是针对这一种因为宗教理由 那么没有服彭役这件事情 予以这个特色 因为我们的法律呢 针对这部分没有像先进国家这样的规定 所以我认为这是有政治性来解决 法内在争议跟法外在争议 这两个争议的问题 但是严格来讲 你拒绝服役役跟你拒绝拿枪 应该还是两件事情 很多人服役役是拿着技术 唱歌的当兵 那是很特别的 正常当你拒绝拿枪 那你就拒绝操演 那你就抗命 所以服役役就是一定要执行这些 对那你就没办法履行 当兵所要做的事情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涉嫌违法 那真冒性的状况又比较特殊 真冒性是另外一桩第二桩 对他是公运嘛 那公运已经判决 判决确认了 确定了 这个时候 你也可以这样讲 当一个人为了追求另一个更大的正义的时候 他抵触到了具有的法规 那应该怎么处理 那法官认定他违法的 这是一件事 我们觉得怎样是另外一件事 法官认定他违法 他已经确定了 那赦免就是一种 一种解决的方式 肯定他所追求的价值是对的 忠实行为 有法律上的瑕疵 二者相较之下 那么 他的努力应该仍然被肯定 所以这个时候 我认为是这样的考量 比较合理 至于像刚刚地上 你讲的淹慾这件事情 也是类似的 因为你淹慾容也 可能是淹慾对不对 那判决确定怎么办 非常上述多困难 再审多困难 等到弄完都已经放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 赦免也是一种解决的方式 这个木工苏炳坤 当年他是犯下了 被认为犯下了 淹楼强盗杀人案 可是他本人不断的喊冤枉 他坚持他自己是清白的 那怎么会变成 一定是他呢 当然当年因为 所有的科技 不像现在 录影机 这满街都是 很容易去辨识 也很容易找到 寻轨迹去找到 那当时呢 法院还是判他抢劫 杀人未遂成立 判了15年的徒刑 这个后来呢 开始逃亡 那没有执行 在看医院的时候 被逮捕入狱 那么为了 为他的清白 不断寻求了救济 所以 呃 陈总统应该是基于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说他也获得一些平反协会的支持 对 所以陈总统就给予他这个特赦 这是 呃 像这样的冤狱唯一的 到现在还是唯一的 这个途径吗 呃 应该这样讲 嗯 很多死刑的案例 实际上是有争议的 哦 呃 是不是证他换了 呃 当时证据还在吗 哦 那 证据的效率是否 是否有效 哦 呃 如果大家注意到 有关相关人权的救济的部分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且 终始在先进的国家 都可能发生冤狱 哦 那种救济的方法怎么办 是啊 赦免是一种可能的途径 哦 哦 对 呃 但是好像像历史上看起来 当总统的人 每当青菜 每年都在赦免 哦 每当青青菜菜 就很慎重了 是相对的是 好 那我们再来看到蔡总统 刚刚卸任的蔡总统 这八年当中呢 特赦了两次 那么一个是2021年 一个是2022年 分别是 呃 两个case 一个是这个原住民王光露 他是因为 呃 猎捕野生动物 哦 被判刑 好 那被特赦 呃 另外2022年还有一专 不过王光露先生这个案子 是不是请老师您先来解说好吗 呃 法律之间有抵触的问题 嗯 那这个时候 万一根就要违法 不能把他判刑 嗯 那怎么解决 嗯 嗯 你除了你那家做的事情是 你当然可以从他 这传统的文化习俗 我们也有法律说要尊重这些东西 你可以这样讲 可是在判刑的时候 明显不是这样财认嘛 但我们现在好像对原住民 如果在他的这个区域里面 拿猎枪去 去猎猎物 哦 现在也是允许 相当中是允许 在过去就有很多 那你也就能不能卖 哦 有没有获利等等 现在有很多 这个东西有很多很多争议啊 所以我是觉得 这有法律本身内部冲突的问题 哦 那这个时候特色应该是一种 咀嚼的方法 哦 是 但是这个都要劳动到总统特色也是 有点辛苦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案例 是2022年 这个 这个韩玉萍跟张玉申 这是军人 军中前少将参谋长韩玉萍 就是说涉嫌被控是挪用的 汉光演习的加赛金 2880元 被判刑了这个四年半 就还蛮重的 这算不算真的是 是贪污呢 这个 这个就是说2880元 加赛金是去验刑了 这个餐会里面的三名军券 这就有点像我们吃尾牙 请你的小孩 请你的家人一起来吃东西 那花了这个钱 这个这样子判特别太重 应该是倒过来这样讲 就是说 对于有没有犯罪行为 这是另外一件事 所以法官 基于他的新政判刑 那但是是不是可能过重 这是另外一种 社会观感的问题 我们知道 法感情的问题 那总统可能基于这样的考量 那么予以特色 应该这样讲才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被判处有没有罪 这件事情是法官独立审判 应该尊重 这判不判处有罪 是一个诚实 再来是刑度的问题 是什么样的刑度是适切的 那你觉得这一桩事情 是在刑度上的问题吗 不是 应该这样讲 纯就法院的判决而言 他本来就有良心的空间 你不能说 这样一定是对跟不对 但是很明显 他可能跟 就刚刚傅总讲 可能傅总觉得 这太重了吧 是不是有这么严重吗 那这是一种 大家的另外一种 社会的认知 那这种认知的部分 那可能要用政治解决 那赦免是一种政治解决